哈喽,大家好,我是卡车兄弟范哥 今天是母亲节,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作为卡车司机,我们不能陪妈妈和老婆孩子在家里过母亲节 今天是在继续赶往天纳西送货的路上 现在是在阿肯社的一个休息站 简单的洗刷,休息一下,继续赶路 这就是作为美国的卡车司机 比如说很多时候都是在路上 要么是在卡车,要么是在送货的路上 要么是在开车的路上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卡车上度过 所以说很多人感觉着作为卡车司机 光看到他赚钱多了 但是没有看到,作为卡车司机也是很辛苦的 比如说每天奔跑在路上 不是在送货,就是在送货的路上 要么就是在开卡车的路上 好了,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希望和大家分享在美国开卡车的生活和工作 谢谢大家